好 接下來這一幕則是發生在臺灣 臺灣在高雄昨天下午因為電壓出現問題 所以市區的捷運站首扶梯還一度停擺 路燈也是因此出狀況 那麼看就一下原因到底是怎麼樣 主要是因為人武區那麼一處建案 施工不慎所造成的結果 水泥江的灌漿作業升高了輸送管 把輸送管升太高 距離高壓電纜太過靠近 所以導致16萬伏特的高壓電直接被導引 最後炸在馬路上面 馬路被炸出一個大洞 民宅監視器住戶剛回到家 進到室內沒幾秒鐘 外頭突然傳來爆炸聲響 鐵門 電源開關 瞬間冒出巨大火光 伴隨兩聲巨響 住戶紛紛跑到外頭查看 發生什麼大事 2號下午4點多 高雄人武區五合路周邊住宅 不少住戶的電器壞光光 牆壁燒出一道膠痕 鐵皮也被遭穿兩個洞 到底這起爆炸是如何發生的 薄油路面被打穿一個大洞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旁邊這處建案工地 水泥灌漿作業的時候 太過靠近高壓電纜了 電流被吸引直接往地面上打 當天下午這台水泥灌漿車 正在進行灌漿作業 輸送管升得太高 距離高壓電纜不到2.5米安全距離 16萬1000伏特的電遭到導引 直通整輛灌漿車打到地面上 除了附近住戶財損 竟然連遠在十多公里遠 高雄捷運站的收服梯 有24站都因為這個線路跳脫事故 而一度停擺 重新啟動約30分鐘後 才恢復正常使用 泥土灌漿的這個的 不勝接性的活線 活電導致我們線路跳脫 當時灌漿作業人員真的幸運 因為沒有觸碰到導電物質 逃過一劫 否則16萬1000伏特的高壓電 擊中命都沒了 記者環富楊中銘 高雄報導